那近日的一些媒体对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和部分省份养老薪发放问题非常的关注 网民也有些反应 为此人寿部表示正在抓紧制定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方案 将事实向社会公开征求一件 人寿部的新闻发言人李忠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在按照中央要求 对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在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方案过程中 会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和看法 综合平衡 总的考量是根据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力状况 把握调整的节点和节奏 小步慢走渐进到位 也就是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 同时提前向社会预告 给公众以心理预期 而从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支出情况来看 今年前十个月 全国基金总收入超过总支出2100多亿元 绝大多数省份基金累计节余额都超过8个月以上的基金支付额